而大陸旅行团也抵制到日本旅游更危险了 精品业者透露业绩已经下滑 五成了 眼看十一长假要来了 业者怎么办 许多药妆店早开 就是为了抢陆客商机 如今陆客不来 药妆店也空荡一片 以往热卖的盐药水滋养膏 甚至高单价药品 现在堆满满仿佛滞销了一样 而附近的营作商圈 陆客人数也在逐渐减少当中 还会想再来吗 来来 再来 这年关系好 我们就会来来 还在日本旅游的陆客显得异常低调 原本附近银座都会停满游览车 让陆客来这边买电锅或是顶级精品 但随着钓鱼台争议发烧 画面会说话 人潮就是不见了 日本国有化钓鱼台引爆争议 原本陆客最喜欢来的银座 少了许多陆客的身影 这是大陆对日本最直接的经济制裁 银座街上顶级精品业者私下吐苦水 9月15号起 精品业绩忽然间腰斩少掉五成 眼看东日本大地震后陆客慢慢回流 现在又因为钓鱼台争议 生意激动 这一家店的那个销售人 差不多百分之四十多 是那个中国陆客的 特别那个银座的那个销售人 会非常开心 精品业者很担心 大陆十一长假陆客不来 因为原本预定 今年陆客访日人数会创新高 光是今年七月单单一个月 就有二十万陆客访日 因此瞄准十月已经订好的大量货品 如果少了陆客惊人的消费力 不知道何时才能卖得完 中天新闻温正杰 黄矿伟刘鹏宇 东京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